趁着选举热潮还没有过,今天金山高中进行完全模拟投票,要来选出模范生 让国中与高中部的孩子体验真实选举流程感受民主 九合一选举才刚过,这周在金山高中也可以看到选举的票轨与票箱 原来是因为要选出校级的模范生导师府接受市场表扬 特别的是趁着选举热潮没过,完全模拟中选会的投票流程 就连选举公报都做得跟真实公职人员选举一样 让国中与高中部的孩子体验真实选举流程,感受民主的真谛 那透过每年一度的这样的一个模范生的代表选举 让孩子从证件发表到整个的一个竞选活动 其实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比照目前选举的规模去处理这样子 从班上推举代表出来,然后到我们的招作会的时候 可以做候选人的公开的一个证件发表之类的 甚至还有下课时间的竞选活动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从课堂长的理论的一个知识 转化为实际上他们在做这个公民训练的部分 可以对应到未来出社会,出了这个学校到社会上 可以面临所谓未来选举的这样的一个规则 下课时间一到,学生在模拟投票的场地排队 在老师检验学生证后拿到选票,之后进入圈票处进行圈票 全程都是遵照正式公职人员投票在进行 另外还可以见到与中选会投票完全相同的票箱 这也是因为今中要进行公民教育 特别请中选会在今年选举结束之后 留一个票箱给学生作为活教材之用 还有模范生候选人也来到投票现场 遵照正式选举流程 现场不得发表证件与拜票行为 与同学们一起行使投票权 而金山高中也齐续透过完全仿真的投票作业 要让学生们体会到民主自由的可贵 也珍惜主权在民的民主成果 谢谢廖平函金山采访报道